時間只剩下不到24小時 所有的準備工作都緊鑼密鼓的在進行當中 志工們的生活也都一切崇建 為了要到災區能更快的完成所有的佈置工作 大家拿上環保碗筷 裝上香雞飯就當作是一餐 今天是準備了120份的飯量 那目前這邊大概拿了8、90份 那剩下的我就到災區 災區我還要去找水源 跟那個我們把它處理 處理好給當地的本地志工 整個志工團隊可以說是老中青三代都有 37歲的王沛文去年剛受鎮 就相當積極投入國際鎮災 已經來墨西哥幫忙超過一個月的時間 這次就是有需要西雨的人才 所以就是在這方面可以發揮這個良人 真的與災民面對面的接觸 真的是 呃 就是很 怎麼講的很不捨 所有人凝聚一心 虔誠為災民祈福 也希望的關關難過關關過 我們大概是在今天所有的物資啊 發放的卡通知單等等 今天才完整的到位 那明天一早我們就要開始發放 所以這是非常緊張 不過也是上文祝福啊 所以大家的努力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順利圓滿完成任務 來自全球十二國上百位志工各司其職 要用最真誠的心 撫平災民心中的傷痛 大愛新聞 黃英傑 李健歡 墨西哥採訪報導 在發放之前 此理